猪肚很好吃,可是大家都觉得洗起来很麻烦 今天我们来看看我是怎么简单清洗猪肚的 先把猪肚翻过来,撒上盐,用力揉搓 这个原理是利用盐的颗粒,把猪肚表面的粘液刮下来 正反两面都要用盐用力揉搓,然后放清水冲洗干净 一般情况下用清水冲洗两遍就差不多了 加入干面粉,干面粉的量以能裹住猪肚为好,用手揉搓 这个清洗的原理是使得猪肚上的粘液和面粉混合在一起 同样正反两面都要用面粉揉搓过 用水反复冲洗,把面粉都冲掉 这样粘在面粉里的粘液也会冲干净 再继续倒进去干的面粉 这样反复三次,通常我洗三次就完全没有味道了 再用水冲洗,重复刚才的步骤,一共做三次 都清洗干净了以后翻到正面 这个是反面很干净了,正面看到很多油 这时候可以用一个剪刀把它剪掉 当然你要用刀把它刮掉也可以 现在看一下这个正面还有反面都非常干净 我们来做最后一个步骤 烧一锅开水,把洗干净的猪肚放进去煮五分钟 期间可以稍微搅一下,让它受热均匀 被烫得比较均匀 然后放在冷水里,等凉透了以后反复清洗 这个时候有一些粘液会浮出来 是最好的机会把这些粘液都洗干净 另一面也都翻过来把它清洗一下 用一把小刀把内壁上黄色白色的部分都刮掉 这个时候很容易刮 用手一撕就可以撕去了 通常情况下猪肚经过这样的清洗 只要是新鲜的猪肚肯定不会再有异味了 反正我每次这样做了以后都是非常干净 看起来很复杂的步骤其实做起来并不是很困难的 如果这层白色的膜在刮掉的时候有困难 就放在开水里再多烫一会就好了 前后一共只要十几分钟就行了 然后就可以做卤水猪肚,酸菜猪肚等等好吃的了 下一集我会给大家做包括卤水猪肚在内的卤水拼盘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完